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京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第八奖 北朝木志选讲 主要是给大家看一批木志图片 我们这些木志图片呢 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排列下来的 这样呢大家体会一下 从上面接两镜 然后下面接隋唐之间 这一段在北朝木志上的变化体现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比较熟悉了 是最能代表北朝书封之一的 原真木志 刻于延昌二年五百一十四年 求生报辩等等这些字 包括不忘欲太和中 这些字方笔出入厚重精干 接下来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原显俊墓志 这是一个整踏 原显俊呢 是锦木皇帝的曾孙 这一通呢 刻于延昌二年 也就是公元五百一十三年 这时候呢 距离北魏迁都已经二十多年了 所以这一时期的木志呢 受到了南朝书封的熏染 大家看 仓 玉 这两个字呢 都带有撇 纳 写的时候呢 撇低 纳高 撇 立 纳平 这个玉字呢 也是一样的 这个撇呢 基本接近于竖 纳呢 略高一点 平一点 这是卫碑里面典型的一格 这个呢 是延昌三年 刻于公元五百一十四年的 孟静训墓志 和刚才的原显俊相比 大家觉得怎么样 刀痕更猛了一些 更加生俏一点 但是字的通体的结构 结构的原理是一脉相通的 这一方木制呢 是清朝乾隆二十年 也就是公元1755年的时候 出土于河南梦县 梁启超对这通木制的评价是 豪荡 流媚 又有豪气 荡气的一方面 又有魅力 捐好的一面 这个呢 更能看出邪化紧接的特点 大家看这明 这一撇 一笔橙下 口往上提 这是要功力了 如果你这一笔撇 支不住 那你写的越长越露馅 一方面要理解上的大胆突破 另一方面笔头上 要跟得上表现 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学习慰悲 会有更好的帮助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元燕木制 刻于北魏西平元年 五百一十六年 大家注意看 咱们这个基本上 是按时代顺序往下排的 这样呢 我们把变化的脉络 可以理得更清晰一些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王宋七 元贵妃木制 刻于西平二年 五百一十七年 这一通木制 和前面的相比 比较宽松 这是著名的 雕尊木制 大家看到 这中间方圆并用 和前面我们看到的 圆针的方笔斩结 有所不同 所以更能感受到 一种异态的温和 在逐渐的转变中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元新成飞 李氏木制 刻于西平二年 五百一十七年 这一通木制呢 从斜化紧接的角度来讲 好像不如 我们前面看到的几通 逐渐在往凭正上面变化 同时呢 大家注意看 粗细的变化 特别的分明 有些字呢 写的好像感觉很随意 但是落落自得 比如说右下角的名字 你看那四点 非常的活泼 不是大的领的二的三的四的 咱一行排列 好像跳跃式的 非常的活泼 现在大家看到的 是崔敬庸木制 刻于西平二年 也是公元五百七十一年的时候 是清代康熙十八年 一六七九年 出土于河北安平 因为他呢 出土的时间比较早 所以在北朝木制里面 是较早被知道的一个 但是刚刚看到的时候 很多人不能接受 因为脑子里是唐凯的印象 忽然出现这么一朵奇葩 眼睛还没调整过来 感觉很测 感觉很浊 很丑 不能接受 但是我们现在看一看 四朴而翘 有很多翘的地方在里面 大家看这柳子 粗细的搭配 以及那个调钩的灵巧性上面 这个钩呢 调得很锐 但是呢 出力又不猛 像这种很普着中间的巧制 那我们今天看的时候呢 就很欣赏 所以在这儿呢 也是有一个问题 东西没变 崔敬佑木制没变 从清朝到现在 它没有变过 变的是我们的眼睛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就是要改变自己 学习就是为了改变自己 不是为了重复自己 临摹自贴 一定要把原来写的不对的地方 或者不到的地方 补上消化掉 这是学习 否则的话 一遍又一遍 那是练习 是重复 这样的话功效甚微 当这一通木制摆在这儿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改变自己的眼睛 现在的问题不是看什么 而是怎么看 这个是司马炳目制 刻于正光元年 五百二十年的时候 我们大概有十年的了 从前面五百一十年 现在看到了五百二十年 这十年间的变化 我相信大家有所领略 特别是这个司马炳目制 已经很接近随代的楷书 斜画紧接的特点 好像慢慢地变成了平画 紧接呢 中间又在逐渐地放宽 逐渐地在往平画宽节上面过渡 现在大家看到的图片 是司马显姿木制 窈窕之灵姿 这几个字 大家看 笔姿活泼爽秀 但是笔意又很凝雅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 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一看就能叫出名字来 张猛龙 刻于正光三年 五百二十二年 可能张猛龙木制呢 大家都接触过 但是现在放到它特定的时代里来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木制 会发现确实气格不俗 显峻 峻拔的风韵 确实需要我们好好地回味 这个是张猛龙碑的碑鹅 自行开张 笔道干净 秀骨倾向 爽利之极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袁又飞 长继繁木制 这个呢 在方笔的基础上 加了一些笔式上的远转 在刀斩辅着的基础上 感觉又增加了一些流媚的气息 柔和的气息 这个呢 是居燕云木制盖 和前面那个呢 是同时间的 正光四年 五百二十三年刻的 光绪初年 出土于山东黄县 这个相比前面 就感觉浊一些 刀痕中呢 有一种古朴的 智浊之气 李超木制 刻于正光六年 公元五百二十五年 这是乾隆年间 出土于河南掩施 乔家村 这一通 李超木制呢 代表着北魏后期 楷书的典型 康有为称他 提古俊美 有俊的一面 俊朗 硬的一面 又有优美 流美 美的一面 这个呢 和雕尊木制的字形 也很接近 但是雕尊呢 更圆一些 这个更方一些 一方一圆之间 各有不同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宿中 昭仪 湖明项目制 方笔 见风 但是 结构上面 发生了变化 比较平正 宽敞一些 能看得出来变化吗 大家看这个仪字 如果是早期的话 一定是横画往上仰 斜钩拉长 现在呢 就比较往下走 往平的方向走 而且从字的比例上来讲呢 基本上是 上面站到三分之一 多一点 下面站到 接近三分之二 重心慢慢地在往下移 这个是张玄木制 刻于普太元年 公元五百三十一年的时候 那大家回想一下 五百二十年的时候 五百一十年的时候 又过了二十年了 这个原石的存在 一直不明确 何少基藏有旧榻 是他在道光五年 公元一八二五年的时候 在山东历城的 一个旧货市场上购买的 清朝以后呢 因为 必会张玄玄业嘛 必康熙皇帝的会 所以呢 更多的是称作 张赫如木制 这一头木制 这一头木制和前面的相比 感觉背板和简杂 两者柔和得非常好 这里面呢 这里面呢 一种温雅柔和 静谧的气息 让我们顿时觉得 心里就会很安静 很清朗 尽管它笔底下也有锐气 但是更多的是一种 温雅柔和 温雅柔和 同时呢 历书的笔意 非常的明显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圆徽木制 刻于太昌元年 公元五百三十二年 这个呢 和隋代的龙山公墓制 非常的接近 大家看 借地的借子 如果早期的位碑 一定是 撇低 纳高 撇立 纳平 可是这儿呢 大家看 慢慢地在曲奇 在对称 都在 慢慢地发生着 结构体式上的变化 大家看这个得子 中间很宽敞 留白足够的多 好像看着看着 又让我们的思想 接到中游哪儿去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成哲碑 刻于东魏 天平元年 公元五百三十四年 这个呢 相比之下 方正平板 也许是由于 刻工的原因 感觉不如其他的比例 那么强 但是 随凯的体式 正在形成中 这个是高盛碑 刻于东魏 天平三年 公元五百三十六年 这个呢 没有我们看到的 高针碑 那么俊拔 整体呢 在往 凭正 宽和 怀抱的 曲式上面 在发生变化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高占木制 东魏 元巷二年 公元五百三十九年 刻的 是乾隆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 一七四九年的时候 在山东 德州 运河决堤的时候 出土的 这是 宁禅寺 三级浮屠碑 刻于东魏 元巷二年 公元五百三十九年 这些 硬朗的笔画 瘦的结构 是不是会想到 欧阳巷的源头呢 这是 静史军 显峻碑 刻于东魏 星河二年 公元五百四十年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高归艳造像记 刻于东魏 武定元年 公元五百四十三年 上一节课 咱们呢 讨论过 刻手的问题 还记得吗 当时 沙梦海 沙老在文章里面 怎样讲过的 如果 刻手好的话 在 东魏时期 也能出现 像 赵梦府 储随梁那样的风格 还记得这话吗 那大家现在 对上 出土资料 看一看 确实很像 赵梦府 大家看 这个 感 重 地 圆 这些字的结构 非常的相似 从这儿呢 也能看出来 北朝书风 逐渐 南朝化的结果 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呢 也能体会得到 于是南等 初唐书家的渊源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袁荣飞 卢桂兰木志 这个刻于 东魏 五定四年 公元五百四十六年 大家看这些字 能发现什么变化吗 笔画的弯度 在增加 和北魏早期的那种 硬朗 耿直 不一样的 发生了变化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催尾木志 刻于 北齐 天保四年 公元五百五十三年 大家想 北朝 经历了 北魏 东魏 西魏 北齐 北周 五个朝代 所以我们现在呢 看到了北齐 大家看这个名字 如果你们熟悉 龙藏四碑的话 非常的接近 字形 字形几乎是一样的 而且从树 钩啊 等等 这些上面呢 也能看到 欧阳 巡的渊源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江转 造像机 刻于北齐天保 天保元年 公元五百六十五年 大家想想我们今天上课讲的五百一十年的图片到现在五十年半个世纪过去了 是不是变化很明显 大家可以对比有些字来看啊 比如说这天从这个撇纳的搭配上就可以看得到 越来越成熟 老练了 不像原来个性那么张扬 现在呢 慢慢的慢慢的趋向共性的统一上面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朱代林木制 刻于北齐五平二年 公元五百七十一年的时候 明朝末年 出土于山东寿光 这个呢 非常接近于隋代的曹植庙碑 可以看出唐人书法的渊源 今天上课 我们接着上一讲 是从五百一十一年看到了五百七十一年 整整六十年一个花甲子 早期的卫带是拓跋室入主中原之后 他们本身还是出于原始部落时期 那忽然来到中原 那忽然来到中原要接受文明程度非常高的封建制文化 整个要跨国奴隶制 所以它要一下子 所以我们看到的早期的造像机也好 也好 木制也好 甚至写经里面的东西 都有一种生琢的感觉 看到现在呢 刀痕慢慢地在消失 由斜化紧接 慢慢地趋向 平化宽紧 隋唐的气息 正在出现 咱们看过这么多的书籍图片之后 那理出来凯书发展的脉络 这个毫无疑问了 但是现在呢 我要给大家看一段话 我们要体会的呢 是北朝悲客和二王笔法的关系 玉玺行草 能将圆略入门 数可得三昧 咒闻之 似不能解 实则非故欲害言 并不是我想要语出惊人 为什么呢 因六朝无间南北 经书者皆然 画二王行草之法入楷则 能得其理 这一段话呢 提到了圆略木制 指出来 圆略木制和二王草法之间的关系 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 说这话的是谁呢 吴玉玺先生 所以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 圆略木制是怎样的一个面貌 这是圆略木制的整踏片 圆略木制 刻于北魏 建议元年 也就是公元五百二十八年 尔珠蓉 带兵 打到洛阳 逼着胡太后和又小的皇帝 沉入黄河 尔珠蓉是谁呢 圆略的姑父 圆略素来看不起他 所以在这一次兵变中 圆略也惨死其中 圆略木制呢 在整个北朝木制中 如果你突然看到它的时候 不太引人注目 但是呢 仔细地看 你会发现 它里面呢 有很多着朴的古趣 如果拿一个人来比喻的话 他不是那种穿戴整齐 举止文雅的人 他不修蝙蝠 不拘小节 蓬头粗幅 但是呢 你跟他 徘徊时间长了 相处下来 又发现 他有一种率真的气质和性情 让你会与之同化 得到感动 吴老呢 认为 在这些刀法的背后 他和二王的关系呢 是 如果我们把二王行草 楷书画的话 就是现在北碑的面貌 如果这样说 还有点抽象的话 我们试着 对应的举几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 这是二蝎贴 那大家看这个梁字 当时的墨迹 和后来的刻弓 它其实里面 是有些线索连在一起的 我们再来看曲式 这个字呢 是个扁宽的曲式 皮尔纳往外打 和后来写的 竖题拉长纳 拉下来的结构 是不一样的 这时候字的重心 基本上是在中间的 上下各站一半 对不对 那我们呢 相对应着来看 圆略木质中 这个朗字 大家可以看出来 曲式上面 有它相同的地方 有它神似的地方 特别是 匹儿 纳 这两笔接 行书中呢 为了往下带这个步子 所以它要往下走 而把它凯则化之后呢 就收笔变成了 那 大家看 这个呢 是兰亭曲踏本 这里面呢 有一个旺字 我们来相对应 这是圆略里面的安字 不同的字 但是大家注意看 下面 女字的曲式 是不是很接近 第一笔利一点 凡纳基本上是平的 圆略木质里面的安字 上面更简单 所以它那个女字的纳 可以撑得更长一些 东晋时候的行书 如果我们把它 凯书化写出来 这里面呢 有很多东西 确实和北朝木质里面 能找到具体 细微的相通的地方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一笔 是王献之的 新妇符帝皇汤贴 这里面呢 大家看 有这个等字 那我们再相对应 圆略木质来看 一个行书 一个楷书 但是感觉 非常的接近 只是王献之笔底下呢 多了一些 营带牵丝 如果把这些 牵丝都去掉的话 那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跟这个 非常接近 甚至于 看包括横的收笔 都好像有发展 演变过程中 留下的种种的痕迹 在这里 我们虽然是 在学楷书 我们在讲楷书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的思想 应该是打开的 和不仅和二王行草 有关系 而且再往前 和传书 历书的笔法 还是融合在一起的 我们看到 秦汉凯书 酝酿蒙生时候的书记 那个都能看得出来 张草的笔法 行草的笔法 都是融合在一起的 我们回过头来 再看一看 圆略木质的字 我截出来一些字笔 那大家看一看 这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 行书的笔意 和笔试在里面呢 大家看 轻轻的一抹 省略了钩 以及 这个树钩 都不是很分明的 往前一带 这个有汉茧的意思 我们再看下面 树心旁 都是行书过来的 再看这些字 和蓝亭须里面 非常接近 但是这是 圆略木质里面的字形 所以从北朝木质 我们可以往前 接上二王曹法 我们再往前 还可以接上 转立的笔意 从秦汉时期 凯书酝蒙生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书记 可以得出来这样的结论 再看一段话 能从历书着 凯法 草法变化之端 起落转折之际 树不负古人之言经也 然习转立者 多博凯则与小 美不能通知 是成学书者之汉也 又美美尼谷而见金 殊不知 文章汉末 是进化之机 至不解者 又嫌其沉沉相音 欲一扫而空之 是大不可耳 那大家看 这一段话书写者是谁 欲搜 刻金门书 欲搜 就是吴玉如先生 下面呢 我们就要来谈一谈 吴老和元略的关系 吴玉如先生 出生于1898年 去世于1982年 是近代书法史上 杰出的书法大家 启公先生看到 吴老的书作之后 说500年来 无此大手笔 我们熟知 吴老呢 是学二王一系的 对二王行草 理解特别深 那反过来 今天他给我们揭示出了谜底 其实他真正用功的地方在哪 元略上面 他不仅呢 从元略木制 悟到了二王草法 而且呢 通过对元略木制的学习 对自己楷书风格的形成 也留下了深厚的影响 下面呢 我们来对比字例 看一看 上面一行是元略木制的字 下面是 吴老为书签字文里面 选出来的字 不是吴老临摹元略木制的字 是他自己写签字文 凯书里面选出来的字形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吴老对元略木制的消化与吸收 不是模仿 但是非常的神似 每个字强调的部位 是暗和的 大家再看 这一组 这个字突出了长撇 这个字突出了长撇 突出斜钩 突出钠 形成了自己的楷书风格 我们在对比着 看过之后 回过头来 再看元略木制 再看 无语如楷书 我们的概念就能打通了 所以从北朝木制 不仅往前推到 二王行草 我们还要照着吴老 前一段话里面讲到的 更要得到 转力起转之计 好 今天的课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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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